2020年全球风云变色 在大风大浪的行情中 Crazy老王Crazy属前节目逆风而上 从本金3000元迈向获利突破6万元 而美股富豪是全美第一 也是唯一直播分析解答美股的节目 当王牌碰上招牌 Crazy老王合并美股富豪 成为Crazy美股富豪 更激烈的火花 更强大的组合 更威猛的预测 石盘解析加上美股辩论 就算真的你死我活 也要为投资人指引出方向 5月18号开始下午1点半 中国投资网YouTube频道 每周定期推出 全新Crazy美股富豪与您见面 嗨大家好 今天是周三是5月20号 今天的行情 又是让我们都感到异常的 就是惊讶吧 在昨天下跌以后 这个图形K线出现了一个比较明确的 比如说比较负面的一个形态 但是今天早上起来打开电脑 一看道琼又是涨300点估值期货 那么什么原因造成这个股市有那么多的牛气呢 当然一些Zero Hedge 这些都给了一些比较一些说法 说这个散户在买机构们在观望 很多大佬都发出绝词 但是我觉得这个行情会有蹊跷 会有蹊跷 那么随后我会给大家一些建议 也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这个周明天是周四 明天的数据是失业金人数 这个数据应该比上周还是应该下滑的 就是说和上周比世界金人数会下滑 那么周五是从周末的开始 大家都在想着memory holiday memory holiday应该是周一 那么这个周一应该是美国进入夏天的一个正式的开始 所以大家都不会特别的惊议 特别的惊议 那么随后我们来谈一下这个非常重要 老王经历过20多年股市 很多朋友说这个股市看过没有 这个经济那么差 股市却那么好 到底怎么操作 那么待会我会跟大家讲 那么说到这里呢 就是我们的节目呢 也已经差不多 宅在家里呢 已经进行了三个月 越演越烈 最后原来是西装笔挺 现在就是随便拿个T恤就换上 每天穿着underwear在上班来跟大家做直播 也是非常有趣 而且坦白的讲呢 我们在今年年底之前呢 公司也不准备重新聚集了 大家还是宅在家里上班吧 像大公司推特啊 谷歌啊 都是都准备今年年底之前呢 不会再到办公室啊 因为这个事情 说坦白的这个没有什么特别大意思 对大公司来讲这个像亚马逊啊 10个人20个人啊 那赔偿很大 但对我们中文网我可以坦白的说啊 我们是小公司不想不想不想聚集啊 所以呢啊 我们这个直播呢还是有这种style在继续啊 请大家见谅 这个66块钱还不到10美金啊 但是呢 或者对你的投资有帮助 时间久了就知道了啊 时间2月份刚开张的时候呢 其实大家啊都觉得全钱蛮好赚的 这个好像股市啊 就是单边的行情 对吧 美国经济那么差 那么我们买跌 想不到这一波行情一路冲上来 我坦白来讲 没有太多人能够预测到 有这么样的一个行情 当然我们的背后啊 是巨大的这个physical policy 巨大的财政政策啊 货币政策啊 那么我想今天的美联储的会议纪要啊 还有中国的这个美国国会通过的法案禁止 说你要背书啊 中国公司必须是不是中国政府拥有的啊 这些呢对股市影响的肯定说 微乎其微啊 背后主要的是一个货币政策 所以如果大家觉得老王的东西直播 有有一种有关货的话 我觉得可以多打赏啊 打赏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通过YouTube的方式 直接你的账号开通美金账号来买 来来来来来打赏给我们 或者你家支付宝啊 那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是国内的 或者说 国内回来的 那么大家都知道啊 怎么去打赏啊 所以再次感谢大家 第二呢 希望大家多点赞啊 多点赞 第三呢 我们要真正的帮投资人赚钱 帮我们的会员赚钱 那么在这个行情当中呢 我觉得呢 我一直在和我的这个CRAZY老王节目的朋友们呢 进行这个融合 那么逐渐的融合以后呢 大家就觉得这个老王的邯郸也越来越靠谱 以前是比较激进 因为以前这是可能没有别的人来看 昨天呢 有一位朋友呢 写了一封信 他说这个老王啊 这个最近啊 亏了老多了 亏了好几万啊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 还是我讲的 我在节目当中 很多朋友一开始就不是听 不听 就是资金管理 资金管理 像老王有的时候买一口 五六千块 的一个账号买一口 两百块 五百块 一千块钱 朋友们呢 就一万十万的这样讲 这个 这个我觉得不对啊 昨天我讲了节目 大家都闷住了 说去赌场 怎么跟老王一起去啊 是啊 我觉得这个资金管理太重要了 我们不是赌徒 我个人不是赌徒 而且我 我 我正悟这个风险啊 但是风险可以控制 所以我们这个节目呢 是很干很干的 真正的去操作 每个星期总结 不是像一般的公司一样 就哗哗哗哗 就是 说一下啊 今天我是金克莱们 我对市场的行情 哗哗哗哗哗哗 说一下啊 没有任何的track record 没有任何你可以追踪 这个股票到底赚了 老王为什么亏了 怎么怎么怎么 第二没有交代 那我们无论是止损 止盈 啊 还是这个出场 什么都每天 有一个报表给你啊 有一个报表给你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不要忽视 很多人蒙着头就进来 就想赚大钱 啊 这个 啊 我想作为 我现在唯一的价值 就是一个25年的经验 第二我获得过forex.com forex.com 它的股票代号是GCAP 两届世界冠军 啊 我们很多人在那边炒万会 大概给办了几节吧 就是自己拿钱出来 啊 我得了两次 这个不得吹牛的啊 因为 这个 你 你说我去插谎 你到forex.com去查一下 就是是不是叫we want的人啊 那么 还是2014年了 这个雅虎的电影 有我不知道在不在啊 啊 然后呢 我自己呢 也也也这偶尔的出家了啊 就是原来不是准备搞这个东西 因为我原来还要回啊 中国去搞CBD啊 anyway啊 希望大家点赞加油啊 然后打赏啊 打赏非常重要 那么明天呢 我要宣布一件事 就是我们呢 做了一个改版 叫美股富豪 大家可能看了很多的 这个直播啊 广告啊 就是我们的美股 crazy老王将合并成一集 明天有我和Thomas 以及Brian和Jason呢 做一集 我们先录制好 我们先录制好 然后给大家 我们要讨论的几个话题呢 就是 大家都看到了 其实我们四个分析师 他的观点都差不多 也反映了大部分的散户啊 投资者的一些心情 心态 那么我们的话题呢 无非就是说 第一个话题啊 我先做个预告啊 希望大家明天 按时收看 我也是继续和大家聊天 做节目 这个是不会变的啊 周一到周五 周日啊 如果下星期 是周一开盘的话 我就 周二开盘 我就周一做啊 天 无论天打雷劈 呱风下雪 老王都是在这里为你 是你的好伙伴 啊 所以大家呢 这个宅在家里呢 还会再继续啊 还会再继续 我相信到年底之前 很多的公司都不会 都不会上线啊 大家都还是要保重身体为主啊 明天的节目呢 我们主要讲的一个话题 就是华尔街对冲基金啊 在Barrons杂志上面 讲到这些宅在家的股票 比如说索罗斯的弟子 Druck Miller 他买了很多这种宅在家 什么阿里巴巴 Netflix啊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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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些股票啊 已经啊 变成华尔街基金正在抛售当中 那么这个抛售啊 你们感觉得到没有 你们感觉得到没有 第二这个后市 大家怎么操作啊 呃 我觉得这是比较 比较 比较 比较重要的 还有呢 就是黄金股 你们怎么看 所以三大点 大盘 宅在家股票 是不是出现回调了 是不是该出现回调了 还是基金正在换仓换股 对吧 呃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ZM这只股票 对吧 他最近好像 呃 就是一直在震荡走高 那么这个图形到了181啊 这个好像并没有看到这个啊 所谓的对冲基金正在出厂啊 这对不对 还是在啊 不断的走高 但是这个量啊 一直在啊 这样子啊 一直在缩小 不是很大 毕竟这个公司 哈哈 这个呃 一个月 一个月做了一个亿的用户 但是他的私营率 是不是应该500倍800倍啊 那么高啊 这么大的一个泡沫啊 那我们明天要讨论 所以希望大家的啊 记得打赏给我们66块钱 对很多朋友 嗯 那个无所谓啊 很多杰森啊 还是还是还是非常非常的 这个谦虚啊 还是非常的这个呃 不好意思啊 但是老王呢 没有什么不好意思 我觉得能够帮中文网多拿点钱 能够帮员工多拿点钱啊 能够啊 多为股东 多为债权人啊 做点事儿 赚点钱啊 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们到今天为止 还是不仅仅是为我 对吧 是为了我们的公司啊 60个员工啊 所以呢 呃 我希望呢 大家呢 呃 来呃 多多的支持我们 打赏也是一部分 好 好 那么今天呢 我想告诉大家呢 这个今天的行情呢 我就稍微一聊而过啊 就是中概股 呃 美国立法 但是中概股呢 这个出现下跌 阿里 百度 呃 网易 巴拉巴巴 全部下跌 因为美国的国会呢 你必须啊 包括川普总统 这个通过是没有问题的哈 那么这个参议员呢 叫肯尼迪啊 呃 他是路易塞纳 我不知道这个肯尼迪和肯尼迪家族啊 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这个 比如说阿里 你背后 是不是有中国政府的背景 如果有政府背景呢 我就帮你delete掉 第二呢 要符合PCAOB的会计准则 我这个有点疑惑了 因为PCAOB 这是最基本的要求啊 那么 那么很多人都知道 这个阿里背后 是不是有政府的背景 或者政府官员的背景 这个到时候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很微妙的一个东西 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 最近中概股啊 都在回撤香港 包括京东啊 网易啊 协程啊 都在准备在香港上市 但是这个行情呢 并没有阻止啊 大盘呢 啊 继续的啊 不断的啊 走高啊 那我们可以看 今天的这个 五分钟的图形啊 高开啊 昨天是暴跌 今天高开 冲过前期高以后呢 基本上在一个高位呢 进行了一个载幅的啊 一个震荡啊 这个是SPY 所以我们指数呢 这个稍稍有回落 但是强势依旧 我我刚才就讲了 这个强势可能会继续到下周二啊 因为这个周五呢 从从这个季节性来讲 这个无论是这个啊 这个long weekend memory holiday 国殇日的前前还是后啊 从季节性来看 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啊 所以呢 我觉得大家呢 还是要小心啊 还是要小心 那么今天呢 我们有一个这个 Elia Wave 这也是我的朋友 我刚前一阶段 曾经跟大家讲过 曾经去过Georgia 叫Gunsville 这个在亚特兰塔的 我是专门去拜访 这个老师 那么他们是做波浪理论很久了 这个创始人 以及这个Steve 我都见过 蛮崇拜的 有的点位啊 可以说风文不差 那么他现在呢 说这个标普啊 说这个标普啊 来到了三浪的一个ABC Correction以后 123455浪啊 小五浪啊 的一个最后的阶段 那么他给了一个点啊 标普的点啊 也是非常非常的一个应该说非常值得参考吧 非常值得参考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参加我们的微信啊 我的微信号啊 我给大家报一下 因为这个点位呢 我觉得啊 非常好 6262679714 6262679714 啊 他们这个服务呢 基本上是135收盘以后 还有盘中来给你啊 进行一个收盘的一个分析 那么基本上来讲 他会给你啊 数这个现在这个浪 那他他们的网站呢 也叫165.com 所以他是波浪里面的一个比较 比较 比较权威性的 当然从我过去20年的历史来看啊 我说句公道话 大部分都是很悲观的 那么我不知道 所以说这个很多的 我要创立的一个收费的一个服务呢 一定是要交代清楚 因为我觉得这样写分析不断 也是一种吧 但是我比这个人比较喜欢 就是说 死板死眼的 就是说你又没有赚钱 拿钱出来统计一下 那你这个波浪理论说的那么好 包括这个艾瑞特 他说他都没有炒过股 但是现在有那么多人做波浪理论啊 因为从现在的走势来看 我觉得啊 这个是五浪啊 是没有 没有疑问的 五浪三浪都是很具破坏力 获取很具震撼性 也就是说你认为要下跌了 他还在涨 这都是三浪和五浪的一个特点 非常凶悍 那么随后呢 有很多的垃圾股呢 也会鸡犬升天 那么我们今天拿来 Eliawave.com的一个东西呢 来给大家分享的原因呢 就是告诉大家 他三知识可以公寓 而且他给的点位呢 我觉得非常非常好 那么说到这个稻穷呢 他认为这个稻穷啊 会还是相对来讲啊 比较的弱啊 比较的弱 好 那么他也给了一些点位 纳斯达克的话 那么很明确啊 他是一个这个五浪的 或者一二三四五浪的一个 一个一个上涨啊 那么从这个点位来看 我认为还有一定的上升空间 这也是我的基调 就是说这一周或者下周初呢 这个大盘的趋势还是要向上的 但是啊 并不代表空头没有机会了 当这个五浪结束以后 进入三浪的话 那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下跌 会总会有要调整 所以现在呢 我的策略呢 大部分都在修整 修整 但是呢 我的修整呢 一定是因为我自己和我们的 我们曾经这个和自己的 crazy老王 crazy 属前的这些会员啊 进行了一个磨合吧 还是我讲的 有很多会员进来的时候 他不懂资金管理 他不懂止损 这个你走到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 你都会出现巨大的问题 那我经过了差不多一两个月调整 我们大家都蛮适合的 那我也要非常小心 所以我的喊单呢 也要非常小心 因为这个我不愿意 就像我昨天节目里讲的 不愿意看到这个会员亏钱 这不是我的intention啊 不是我的intention啊 所以呢 我就是要跟大家来这个 说明一下 说明一下 所以呢 今天大概呢 跟大家讲了这个行情 以及后市的一个推断啊 那么标普和纳斯达克上涨的点数呢 可能呢 已经接近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位 而这个重要的点位在哪里 那么波浪理论已经给出了纳斯达克和这个波浪理论的一个中期的点位 那么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打这个号啊 这个也是我的微信号 6262679714 6262679714 你也可以发短信过来啊 都没有问题 同时呢 大家也可以啊 加一下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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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CrazyMrWarren2020 那么我们还有一个官方网站啊 官方网站叫crazyMrWarren.com 大家可以加一下啊 好 大家看 这个是Crazy老王 那么我们呢 是怎么样的一个分布呢 我们的有三个计划 那么我们现在给会员呢 做了Face1和Face2 从5000 从第一阶段是 应该是 从5000做到5万 这是Face1 然后呢是从这个5万做到10万 好 然后呢下一个目标10万做到100万 这是我们的Face1 Face2 Face3 那么无论是Face1 Face2 我们都有啊 都是现在准备在做啊 都做 如果做到Face3 我们三个目标都会期开啊 都会期开 那么现在呢 我做什么呢 我现在主要集中在 一些非常低的股票 昨天跟大家讲过啊 这个Medical Marijuana 这个股票 这个股票呢 我们的分析呢 并不是说 就是啊 这个回报率啊 是推荐是上涨了29% 还有一个比特币我们上涨了39% 好 那么啊 我觉得这些推荐的最重要的啊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会从基本面跟大家做一个分析 虽然是低价股的股票 但是我分析 每天很多做直播的朋友都在看我做分析 我不是说拿来一张股票就做 我对他前身后事要到要非常啊好的 要非常长的时间去讲啊 去看啊 而且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我们最近在国内和加拿大都在征兵招马 招马啊 招新的这个同事 包括我们有两个美国的一个加拿大的 还有在中国的啊 我们想找一些啊 研究人员帮我们研究这些股票 如果你也是实习生啊 或者说学生啊 想想应聘的话 欢迎和我们联络 因为我们马上退出啊 啊一个散户第一金的一个组合 就是一些低价股 大家不要以为低价股 好像是在赌博一样 是拿个硬币来猜到底是正面还是反面 更多的我们要做很多研究 我们要知道这个股票的 outstanding share flow 做什么business growth profit margin 电话会议啊 图形分析跟团队跟这个管理层聊天啊 啊然后看到他们很多东西 这样才能提高我们的呃命中率 那么在散户第一金当中呢 我们曾经推荐过一个CVSI 这是2017年11月13号 我们推荐一毛三最高到过9块钱 这个到过9块钱 昨天有一个朋友前天有个朋友讲的问的非常好 那老王你这个说现在最赚钱的行情已经过去 那你怎么实现你的目标呢 好这个CVSI你放10万进去的话都变900万了 早就超标了啊 早就超标了 那我们不排除有可能做这个行情 好现在百费断新有很多行业 有很多行业都非常好 对吧 老王的功底大家其实可以从散户呃 一亿财富不是弄这本书里 还没有拿我书的朋友呢 赶快啊 加我微信 我里面推荐的一间股票呢 今年的回报啊 整个两年的回报76% 要比巴菲特做的好 当然我这个人啊 我这个人不会说我比巴菲特强 我永远是我看到网上有一些人骂巴菲特啊 还牛牛叉的很牛叉的 我个人对这种人只能用鄙视啊 这种人他本身没有这种谦虚的这种心态 你这个你算你就算你这个资金管理的再多 那巴菲特人家一亏亏五百个亿 你有五百亿吗 你没有五百亿就散一边去 不用不用去讲 不过anyway 我觉得每一个做股票的人一定是谦卑的 一定是谦卑的 如果不谦卑一定没有好下场 一定没有好下场 但是我的这个股票长期投资的回报率写了两年半 给大家讲了那么多 我也自己亲身去实践去操作 我的一句话就是一定 一定 我不管我得罪多少员工 有些员工离职了肯定很不开心 我的一句话就是说 你有没有赚钱 你不赚钱 别谈了 对吧 很简单的一句话 是吧 我觉得就是这个东西投资这个东西一定要拿真的东西 很多人在那边做节目做网红 那没有关系 但是如果说你来一个很单的服务 那你的这个单子有没有赚钱 最终overall赚钱不 那很多人说老王我跟着你亏钱了 那我想问一下 你有没有资金注意资金管理 你有没有做止损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如果你两点都说了 我老王我跟着你做资金管理了 我做了止损了 那如果不赚钱 一定是老王的问题 但是老王如果买500块 你买5万那就完蛋了 有的时候我测试一下 2000块钱1000块钱 对吧 老王都从3000做到9万 一两千块 如果你对一两千都开始抖的话 输不起一两千 那你就没有可能赚这么大钱 因为大钱这个东西一定是波动很大的 对吧 好吧 所以呢我就是想跟大家讲 我们做这个分析 我们最近已经把我们的账号 有一个有一个投入的股票 要翻了50%了 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分析 所以希望你不要错过我们这个5K的俱乐部 5K俱乐部才刚刚开始 很多人说那你现在到了 是不是到了一万了 没那么快 这个机会啊就是在这里 所以很多人说老王万一这个行情没有你说的 这个怎么办 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们散户第一金 散户第一金 我们去这个Sai Jose有一个在家里上班的一个女士啊 她真的是9块钱卖掉了 那你说你为什么喜欢这个走势呢 你看他这个盘整期啊太长了 当当上涨的时候呢 他就变得非常凶猛 这个10万进去就变900万最高 最少拿出30百万出来 那你的目标就达得了 我现在不求这个行情 所以你现在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我们的5K的账号才刚刚开始 我们的5K的账号才刚刚开始 一定不要错过 一定不要错过 我希望你不要错过 那么怎么加入啊 好 你看到这个5K的5428 6262679714 6262679714 请记住 这也许是你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号码 Crazy老王 Crazy专情 加微信 Crazy老王 Crazy专情 好吗 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好 感谢各位的收看 明天投席时间 再见 拜拜